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女性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飞越性别藩梨 艾米利亚 艾尔哈特的航空梦 2.翱翔天际的女性 艾尔哈特的飞行记录 3.失踪的传奇 艾米利亚 艾尔哈特的遗产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飞越性别藩梨 艾米利亚 艾尔哈特的航空梦 当然 我很乐意为你描绘 这位天空的女节艾米利亚 艾尔哈特 艾米利亚艾尔哈特的故事 她不仅飞越了蓝天 还飞越了当时社会 对性别的刻板印象 艾米利亚 这位勇敢的女士 出生于1897年 她的一生 就像是一部冒险小说 只不过 她自己就是主角 在那个男性主导的时代 她不仅穿上了 飞行员的皮加克 还戴上了一副 大胆的飞行员眼镜 仿佛在对世界说 看好了 女士们也能驾驭天空 她的航空梦 开始于1920年 当时她在加州的 一个飞行表演中 体验了十分钟的飞行 这短短的体验 就像是在她心中 点燃了一把火 她立刻决定 她的未来就在云端 艾米利亚为了飞行课程 不惜做各种工作 包括担任摄影师 卡车司机 甚至是挖掘虫子 这可不是一般的女士 会做的工作 但她为了飞行 什么苦活都愿意干 1928年 她成为了第一位 横跨大西洋的女性乘客 虽然她自己说 我就像一袋土豆 一样被运过去 因为她并没有亲自驾驶 但这次飞行 让她名声大噪 从此她开始了 自己的飞行生涯 接下来的几年里 艾米利亚像是在 收集勋章一样 不断打破飞行记录 她成为了第一个 独自飞跃大西洋的女性 还有第一个 独自飞跃太平洋的女性 她的勇气和决心 让她成为了 全世界女性的偶像 她证明了女性 不仅能够和男性 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甚至还能飞得更高 不过 艾米利亚的故事 并没有完美的结局 1937年 她试图完成一项 潜无古人的壮举 环球飞行 遗憾的是 在飞往小岛霍兰岛的途中 她和她的飞机神秘失踪了 尽管如此 她的精神 和她所代表的意义 永远不会消失 艾米利亚 埃尔哈特 这位天空的女杰 用她的飞行原貌 和飞行夹克 不仅飞越了性别藩离 还飞进了无数人的心中 成为了永恒的传奇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只要有梦想 就应该勇敢地追求 即使这个梦想 需要我们飞到云端去实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翱翔天际的女性 埃尔哈特的飞行记录 各位飞行爱好者 历史迷和寻找灵感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位 在天空中留下传奇轨迹的女性 阿梅利亚 埃尔哈特 阿梅利亚 埃尔哈特 她不仅是一位飞行员 更是无谓探险的代名词 一个在男性主导的领域中 大放异彩的女性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埃尔哈特有Instagram 她的自拍和飞行照片 肯定会刷爆你的动态 而她的故事 绝对会让今天的网红们黯然失色 她的生活就像是一场 不断上演的现场直播 只不过她的直播间是广阔的天空 而她的粉丝是全世界 埃尔哈特的飞行记录 开始于1921年 当时她购买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 一架名为金丝雀的黄色Kinner Aster 这个名字很适合 因为她在天空中的飞行 就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 1928年 她成为第一位 恒越大西洋的女性乘客 虽然她自己说 她只是一个行李带 但这次飞行 无意为她日后的飞行生涯 铺平了道路 接下来 埃尔哈特的飞行成就 像是在打游戏时 不断解锁新成就一样 1932年 她独自一人恒越大西洋 成为第一位 完成这项壮举的女性 这次她不再是行李 而是真正的驾驶 这次飞行中 她遇到了种种困难 包括恶劣的天气和机械故障 但她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 和出色的飞行技术 成功降落在北爱 尔兰的一个牧场 成为了一个国际名人 埃尔哈特的飞行生涯 充满了冒险和记录打破 但她最著名的飞行 却是她的最后一次 试图成为第一位 环球飞行的女性 1937年 她和她的副驾驶弗雷德 努南 Fragnon 在飞往小岛霍兰迪亚岛的 途中失踪 这个谜团至今未解 成为了航空史上 最大的谜之一 埃尔哈特的故事 不仅仅是关于飞行记录 她还是女性权益的倡导者 她的勇气和决心 激励了无数女性 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的遗产不仅是 她在飞行上的成就 还包括她对后世的启发 所以 下次当你抬头看天空 想想 那个曾经在云端翱翔的女性 她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 并且提醒我们 不管你是谁 天空永远是你的舞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失踪的传奇 艾米利亚·埃尔哈特的遗产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那位天空的女儿 艾米利亚·埃尔哈特 Emilia Earhart 她的故事比她的飞机 还要飞得高 飞得远 艾米利亚 这位勇敢的女性 她不仅仅是一位飞行员 更是无数女性 追求梦想的象征 她的生活和神秘消失 就像一部好莱坞大片 只不过结局 至今仍然是个悬念 艾米利亚 这位飞行界的摇滚明星 1928年 成为第一位 横跨大西洋的女性乘客 但她并不满足于 坐在后座上 做个微笑的旅客 不久之后 她自己驾驶飞机 成为第一位独自飞跃大西洋的女性 这就好比是从后台唱和声 直接跳到主唱的位置 而且还是在一个 全是男性的乐队里 然而 艾米利亚的故事 并不仅仅是关于打破性别障碍 1937年 她和她的导航员弗雷德 母男 Fred Noon 试图完成一项 前无古人的壮举 环球飞行 这个计划听起来 就像是从一部冒险小说中 跳出来的 但这是真实的 而且是在没有 GPS和现代通信设备的年代 她的飞机 一架洛克希德Electra 被装备了最先进的导航设备 当然 按照1930年代的标准 但在飞往神秘的豪兰岛 Holland Island的途中 艾米利亚和她的飞机 就像是被大海吞噬了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事件 就像是大海中的一个巨大黑洞 吸引了无数的猜测 阴谋论和搜索行动 有人说 她是被外星人绑架了 这个理论的可信度 大概和我赢得下一届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的可能性一样 有人猜测她成了间谍 被日本政府俘虏 这个说法 比起外星人来说 稍微靠谱一点点 还有人认为她改头换面 悄悄地在新泽西过上了余生 这个想法 让人不禁想起了电影 《肖深刻的救赎》 不过 不管艾米利亚 埃尔哈特的结局如何 她留给我们的遗产 是无可争议的 她是勇气和自由的化身 是那个时代女性力量的标志 她的生活和消失提醒我们 有时候 最大的冒险 不是你能飞多远 而是你敢于飞多高 她的故事 就像她的飞机一样 永远悬挂在历史的天空中 提醒我们 追求梦想的勇气和无限可能 在这个充满了刻板印象 和性别歧视的世界 艾米利亚 埃尔哈特用她的飞行记录和勇气 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力量 和无限潜能 她证明了 女性不仅能够在男性主导的领域中 站稳脚跟 还能够超越自我 挑战极限 她的故事是一个激励和启发的典范 告诉我们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只要有梦想 就应该勇敢地追求 艾米利亚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有时候追求梦想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她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但她从不放弃 始终保持着坚韧和决心 她的消失也让我们意识到 冒险并不总是有着完美的结局 但正是这种无法预料性和未知性 使得她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 艾米利亚 爱尔哈特的故事 对你有何启发 你是否也有类似的梦想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